本期的看影局档案 带大家进入70多年前的解放战争时期 看看打败蒋介石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现在的影像是解放天津时拍摄的镜头 这是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切缴获要交工 保固百姓财产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画面中的是军队的吹噬员正在做饭 他也遵守着部队的规定 拒绝拿老大娘的食材 但老大娘已经把战士们看作了自己的儿子 趁着吹噬员不注意 把食材全部倒入国中 这是淮海战役时在山东拍摄的镜头 画面中是山东百姓支援解放天部队的感人场景 有上百万山东的工人农民参加前线支援行动 这场大战设立了数十个野战医院 山东百姓组建了庞大数量的担架队 从几百里地前线把商员转移过来 这是小朋友在野战医院 对受伤战士的慰问表演 现在的镜头是农村的妇女们带给战士缝制军鞋 每一个乡村都行动起来了 都在为能支援前线军队而努力尽自己一份力量 这是帮助前线运输弹药的老乡们 他们为了尽快把弹药送上去 常来不及准备干粮 但沿途休息的时候 老百姓看到就会送水送饭活 现在台单架的老乡展现的是解放军颁发给他的英雄榜样称号 这是和战斗英雄一样值得骄傲的荣誉 这个画面是在解放军发起部将战役前一天拍摄的 镜头中是附近村庄的老乡们给部队送来了礼物 所以这只带着和他们共同的愿望 明天就要发起强攻的部队表示感谢和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